我们的国产疫苗现在呢 正在赶上路 但是否有内幕 好大家现在在讨论 白老鼠谁要来当国产疫苗 谁要先打呢 国产疫苗现在还没有完成 第二期的临床实验 卫福部长陈时中 就已经开始来大内宣 他就开始来爆料说 我们即将呢 跟两家国产疫苗要来签约 并且还说呢 第二期临床实验 第三期将会改采 替代的实验 如果说中和抗体的 这个效价浓度 跟国外的结果是相当 表示这疫苗有效 就可以进行紧急授权 但很多专家就质疑啦 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我们台湾疫情 不是hold的还还蛮不错的吗 那为什么一定要赶鸭子上架呢 是不是应该要走完第三期实验 让国产疫苗更成熟的发展呢 有人就批评说 疫情不紧急国产疫苗赶上路 到底在赶什么 聊天室 我们跟大家来互动 你觉得国产疫苗 是否真的要如此的赶呢 你觉得要赶快 赶快让他上架 你帮我加一 你觉得不要这么赶 你帮我加二 二期三期他原来计划都是要做的 只是因为他时间比较慢 比较晚开始 所以他目前只做到第二期 那国内是有打算说 如果二期做完以后 结果还不错 那疫情需要 他可以得到紧急授权 政府可以先采购来使用 可是根据这个疫苗 这个领域发展的常规呢 高端疫苗公司还是应该去把三期做完 哪可能要去找一个疾病发生率 比较高的国家做第三期 所以并不是说他一定不做三期 而是他目前还来不及做三期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 是否要紧急授权 紧急授权 其实是考虑到说 国内的需要 还有你疫苗的 能够拿到的疫苗的量 那再来就是二期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由一个专家委员会去判断 那政府如果觉得专家委员会说 这个安全性跟抗体的产生 看起来跟国外没有差很多 然后国内也确实有这个紧急的需求的话 政府是可以给他紧急授权 因为这是法律上可以允许的 台湾要不要紧急授权 主要是还是牵涉到台湾 要不要开放国门 如果我们要开放国门 让外国人自由 比较自由的进入台湾的话呢 台湾本土就必须有一定的防护力 那台湾本土要有防护力 基本上是要打疫苗的 那如果我们国际的疫苗 拿不到足够的量 那为了要建立足取免疫力 紧急授权 采用国内的疫苗 是可以考虑的 那至于你国外承不承认 那个牵涉到你出国旅行的时候 国外承不承认你打过的疫苗 是有效的 会不会对你做旅行的限制 那这种情况下通常就是要有 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 国外才比较会承认 如果你打的是台湾指数完二期的呢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是比较难获得国际的承认 这倒是没有错 所以我们其实要去外国 跟外国人进来 两种不同的情况的考虑 其实疫苗有没有效 或者是疫苗该不该打 都是这个利益跟损害的衡量 如果第一个如果疫苗的品质 或者他打出来的效果 经过一个专家小组看过 觉得出不看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国内的政府考虑说打的利益远大于打的损害的话 政府是可以打的 那因为情况一直在变 比如说到时候我们要开放国门 我们确定一定要开放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衡量说我们国内的保护力 那我们是不是该开放一些国内的疫苗 不然我们的疫苗量就是不够 所以其实这个倒是会有很多因素考虑 不过当然前提是你要 还是要能够确认说国内产生疫苗的抗体 至少跟国际上不要差太多 那再来就是至少也有几千个人的银行试验 所以那个千分之一的副作用你都看得见了 那万分之一的副作用你还是看不见的 因为你只做了三千个人